所谓人者授,研究哲学的人明白事理,不仅仅计较,达官所以长寿,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世界,哲学家的长寿一直是人们经济拿到的一个话题。 九十多岁都非常常见,夏文中以北京大学哲学系为例,来说明这一问题,北大哲学系被称为长寿俱乐部。 八十五岁以上的教授过半数,这一机关背后,究竟藏着怎样的奥秘? 近日,北大哲学系楼宇烈教授,在文明之旅节目中谈到,自己虽然年仅八十岁,但在北大哲学系不敢称老人,因为北大哲学系被公认为长寿系。 北大哲学系包括在世的教授,九十岁以上的有十余人,冯友兰、梁树铭、张黛年的。 都是九十多岁的高授哲人,八十五岁以上的人更比比皆是,有二十二人,占有成就的北大哲学系教授见半数。 所谓人哲授,研究哲学的人明白事理,不仅仅计较,达官所以长寿。 梁树铭先生,秘诀一,不可以养生。 冯友兰,梁树铭不怎么运动,谈到哲学家的长寿秘诀。 李中华说,冯友兰,梁树铭,张黛年他们最大的一条就是,平时的生活比较平淡自然,没有可以养生。 年龄并不是他所追求的,他追求的是安神利命,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和从事的事业结合在一起,保持非常平和的心态。 他们平时生活也很朴素,没有那么多生活上的特殊要求。 李中华说,他们不怎么养生,像冯友兰,梁树铭先生就不怎么运动。 吃了也是很普通,不是什么山珍海外,他说,他们生活都非常简单。 周浮城先生活到98岁,他真的很简单,没有过多欲望,要求。 他认为,吃饱了能工作就是最大的福气。 张黛年先生,秘诀二,心中无快来。 张黛年已经挫折但一直乐观,周浮城先生非常平和宽容, 对我们这些后辈的年轻人都非常扶持,古一后进,但人间我都是很宽厚的长着风度。 李中华说,我想长寿的秘诀,就是儒家所讲的,一德养养,养不亏于天,福不作于人。 孟子活到83岁,在古代算是很高寿的,儒家的养生突出德。 不作亏心是,北大哲学系主任汪博教授说, 诗学系教授长寿是毫无疑问的事实。 诗学家长寿可能跟哲学系学科本身的特点有关系, 因为哲学是对世界,对生命的一种理解。 这种理解很容易让人有一个比较开阔的心灵。 张大年先生活到95岁,经历那么多的挫折,一直很达官,说起来是六个字躺荡荡,看得开,一个人如果躺荡荡的话,他就会胸中磊落,这样的话他就没有太多的愧疚,他的心态就会变得和乐,看得开,一个人如果能看得开的话,他的胸中就没有磊快。 我们经常讲郁闷,郁闷就是胸中磊快。 冯友兰先生,秘诀三,把事业当生命。 冯友兰最后十年重写七本书,北大哲学系教授李中华认为,哲人高授还在于他们把自己的生命融到工作当中, 他们去世前还在动脑子,思考问题,不知老之间至,张大年的挖面是,工作起来没有那么有精力, 他就觉得不舒服了,这些老先生都是以学术,事业作为生活的主要部分。 安身利命,他们离不开工作,把事业当生命,活着就是在创作,不想想了。 冯友兰先生也非常感人,他创造了世界学术史上一个奇迹,从85岁到95岁,他重新写了七本书, 这七本书加起来应该有200万字,第七卷是在他95岁知识前三个月完成的,完成他就放心了,如果没有完成他还会挺着。 梁树铭先生上世纪50年代出以后,就不能公开讲话,也不能发表文章,结局了几十年,但是他还是那么长手。 李中华说,哲学与智慧相关,不是纯知识的追求,智慧本身总是能让人遇到挫折想得开一些,挫折是对人最大的考验,有的人却经不起挫折。 我们要不以荣辱为面,摆脱民居,地位对自己思想,精神的束缚。 秘诀四,环境,远离政治争斗有意养生。 李中华说,老先生们的巧兽,还与北大的环境有关,如果一个环境矛盾百出,勾心斗脚,每个人都不愉快,至神其中是很难高受的。 环境是人创造的,反过来环境对人的影响也很大,创造一个和谐的环境非常重要。 他说,现在有些人把个人利益看得太重,包括有的人说话尖狂刻薄,话气很大,都不利于自己养生,不发火不代表没有原则,还是有是非善恶。 学术界的人只要远离政治军斗,加书本作为自己的终身伙伴,对养生有非常大的好处。 他说,楼宇烈先生,启示是人,一,做事恰如其分,不要强拼,楼宇烈自称是不带假牙的,无耻之徒,他特别强调做事情要恰如其分。 他认为,人来到这个世界时是没有牙的,回去的时候也应该没有牙。 他说,人要自然的生存最好,年纪大了,更要克制自己的饮食欲望。 前人告诉我们,不要用你的胃去磨那些硬的食物,不要用你的胃去暖那些冷的食物。 现实中我们经常强调不要过嫌,其实太辣,太甜都是为害身体的,我们要去掉天食,天味。 对于都市白领在各种压力下身体透支,楼宇烈说,说句不客气的话,很多白领身体要健康,都是自找的。 人的一生不要想着没有遗憾,总会有遗憾的,不要强拼,不要放不下,事情是做不完的。 过我们生活,很多事情自己完全可以掌控。 他认为,我们现在难以做到日出而坐,日落而息,但是也需要保证睡眠,而且最好有规律。 不要让自己过分劳累,要有劳有意,要打开心扉,参加各种社会活动。 让生活充满艺术色彩,喜欢唱歌就唱歌,喜欢跳舞就跳舞,喜劲的人可以写字画画,以此来名神,歌舞宣泻,书画名神,能够动静结合是最好的。 楼宇烈说,中国哲学比较强调平和中用,做事情不要绝对化,正如孔子所说,乐而不赢,挨而不伤,不则就会伤害自己。 中国哲学相对来讲,能够把人生看得透彻一点,把生死看得淡一些,当然,也不一定适应于每个人,如果勉强去做,变相的克制自己,也不见了就好,人的欲望不是要克制,而是要节制。 他说,学哲学,要进得去,还要出得来,如果研究哲学,却被其中的理念束缚住了出不来,那就四得其反。 所以,学哲学的人,有长寿,有短寿,也有精神失常的,不能一概而论。 二保持心态年轻,今年八十岁的楼教授仍在受课。 他说,讲课对我不是负担,要做自己能够做的,老年人要认识到自己身体上的老化,也要保持心态上的年轻,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尽量自己去做。 将自己觉得还是一个有用的人,而不是一个一切需要靠别人的人,心态也就不一样。 楼宇烈说,心病是有情感的人生的,要以情来知情,服务方之药,寄生人的言语。 对于普通老百姓,不一定要读多么深奥的哲理书,多读一些通俗易懂的民间谚语也无不可。 比如平常不住亏心事,半夜不怕鬼敲门,心安然,生活也就很坦然。 现在因情绪而引起的疾病越来越多,大喜,大怒,大忧,大口,大哀,都会影响我们的健康。 楼宇烈引用明末清除哲学家王富之的六然四看养生方法。 自处超然,处人矮然,无事成然,处事断然,得意扮然,是意泰然,大师男士看担当,念尽顺尽看精怀。 灵洗灵路看寒养,群行群指看世界。 他说,可能研究哲学的人能够明白事理,知道如何调节,控制自己的欲望,这大概是哲理养生的功效。 所以心知的成熟很重要,我们要过平静,有意义的生活,并非可以拉长寿命,而是尽想天命,寿终正寝,自然地度过自己的生命。 不应欲都难事而纠结,保持心态平和的状态。 三,小亏,要尝吃,为名利绞尽脑汁有损健康。 如今年近70岁的李中华教授退而不休,每天依然工作十几个小时。 并参与如早的编段,我受这些老先生影响。 不看中名利,有的人会因为文章署名打得不可开交,为了搞贝而折腾不已,心中戒低太多,放不下,人生都是小事。 这些小事都要计较的话,就非常影响人的精神。 他说,我的体会就是这样,我平时对吃点小亏是毫不在乎。 小亏,要经常吃,不要斤斤计较,对于折人不刻意养生这一点。 李中华说,现在有些人刻意养生,什么都不闻不问,满目了,儒家不是这样的。 文语说人者乐山,智者乐水,无人者瘦,智者乐。 不要带着功利的心菜去做事,境界,道德素养,对一个人的生命,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。 李中华说,人的生命要顺应自然,不能被逆自然。 列子中说,不逆命,和现兽,刻意去追求兽,明、未、立。 对思想反而产生束缚,也就不能逍遥。 当然,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,不可能完全摆脱现实去逍遥,但是心态上可以是放松的,平时不感到有什么苦恼,不要让那些小事情影响自己。 有的人为了名利绞尽脑汁,对身体特别不好。 中国哲学强调的就是人生,哲理可以养生,但是不能分裂了。 仅仅当成知识,李中华说,中国哲学实际上是要解决人生问题,不像西方哲学那样语言分析,逻辑分析。 中国哲学重视中庸,不能当成纯知识,而是当成智慧去学习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哦。